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否会三条线呢 大家在讨论这个行情是不是做头了 因为今天有一个数字不见 叫做万期 之前大家对于万期有很大的期许 然而过了万期之后 行情有一波的猛暴 但是近期开始随着国际的联动 还有本身我们放了端午节的假期 回来开始大家说要补跌效应 那很多人说每逢一个什么端午 清零 中秋 全部要变盘 我倒不是认为什么节庆就一定要变盘 只是这时候刚好符合放假的时候 欧美股市的一个走跌 但是本身我们台股是加权指数 那么在加权指数这一块 大家就要先注意的是权重股的表现 那么昨天回来台积电表现没有很优良 那么今天台积电本来寄予厚望 但是它又在那个零媒一角的地方 又跌了一点点 那接下来整个大盘会不会如同大家说的 跌破万期之后又补了多方缺口 现在看起来好像有一个麦当劳 真的是麦当劳吗 首先真的啦 昨天到今天很多人脸上三条线 我想我常跟大家讲不要三条线 一条线很好但是不要三条线 但是就见过在这几天的行情 真的昨天到今天怎么看都是三条线 首先今天这个K线名称跟昨天一样 叫做大阴线崩落 那昨天端午节回来第一天 还是大阴线崩落 第一天的大阴线崩落 阿多彩卷款而逃 今天一样卷款而逃 但是你知道谁还在里面吗 就是我昨天讲的 我们的自印商 那昨天阿多彩提了很多的钱 当然这部分呢 些许的少少的部分 是被我们关股买走 但是我每次看到关股的买超 我都没有很满意 因为阿多彩Can这么多 阿关股买这样 当然不敌他们这样灌下来 但是呢这个股市啊 并不是只有关股的 要关股去撑要去买 而是呢必须大家 站在同一条线上面 那没有办法 我们台股市加群指数 台积电就是全重那么重 阿多彩一Can下来 就掉下来 那既然两根的大阴线 明天会不会第三根 还是明天就止住了呢 请看 大阴线蒙罗 今天171点 昨天来算一下 昨天是143点 好像今天跌了更多 对不对 那今天大家比较care的地方 是这里 咦 啊 万七不见了咧 万七不见了 那万七会不会不见 昨天其实我已经讲过 昨天呢这个形态叫做运出失败 对不对 运出失败 来来自于这边放大 在放假的前一天呢 我们的大盘 那这边是这个样子 加上一个红的 那我说这个叫做运出的格局 那运出的格局呢 高点位过高 低点位过低 那照理讲呢 你必须翻阳而上 但是呢 昨天选择第一天回来 是往下的 往下的补跌 那补跌当中呢 昨天还好这个16999 它并没有完全封闭 所以呢这个多方缺口啊 只要不闭呢 都还有得救 但是一旦封闭啊 很多市场上看得到 哎呀一定又跌下来 跟着一起卖 对不对 所以呢昨天结构当中 我讲过 这叫做多头细手 那么多头细手呢 它是补跌嘛 那补跌呢 当然是以量能结构呢 它没有这么多 它属于量缩的补跌 那尤其呢 当时我们大盘 有一个6月13号的多方缺口 并没有全部补满 那我说这里还有得上益 所以呢 一个叫做运出失败的格局啊 我关键价必须给各位17100 那我昨天谈到过 今天高盘跟低盘开出的做法 那很显然今天是什么盘呢 今天是低盘 对不对 那我们就来看低盘啊 今天低盘开出会怎么样呢 虚守昨天的低点 否则多方的缺口一补满 唉呀 来这边有没有补满了 这昨天都是今天的 完全把这个洞补满 对不对 补满还怎么样啊 破万七 然后呢破万七还没关系 还破16999 还没关系还破这里 16这个地方我都会跟你讲 连续两根黑黑的 连续两根黑黑的 所以呢我昨天讲这句话很重要 今天低盘开出啊 一定要守昨天的低点 不然多方缺口就不满 我这样分析行情够客观了吧 那准不准你们自己看 那我不是要标榜准不准 而是大家在同一条线上 看到这个大盘连跌两天 下一步该怎么办 那我昨天就跟大家讲 这个盘你千万不能走这个格局 你走 大家就跟着卖了 那卖会怎么样 你看到他卖 看到指数下跌 看到有人在看股票 你就跟着卖 所以今天就这样下来 然而 昨天我讲过啊 这盘最好是要高盘嘛 那你不高盘开没办法 你就这样吧 昨天还有踩刹车 那今天没有啊 今天这不得性啊 对不对 这里啊 其实早上啊 我有在Telegram9点半 有贴给粉丝 我说这一波完全正确 这一波正确 你这样反拉是正确的 但是啊 后面这边就不正确了 为什么呢 不是说我看他跌说不正确 你原本很多强势的股票 突然从这个地方 开始反手下杀 大家不是说很多什么 什么观光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突然本来好多的 全部这样 然后都变脸了 那本来很强的股票 突然从那边就变脸了 那今天取的代是什么 游戏 大家都会讲说 近期的那个什么暑假要来了 所以游戏概念很强 但是问题是 权重股 游戏并没有溜到里面 所以纵使游戏很强 并没有办法去cover 这指数的部分 所以今天大家看了一头雾水 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我请大家心平气和 因为这一段啊 本来走对了 后来不对嘛 不对下来 下来今天还不打紧啊 最糟糕的是怎么样呢 收最低欸 收最低 对不对 就是最低是什么地方呢 16887 今天刚好收这里 对不对 所以今天这个 它是属一个大阴线崩落 那你们看啊 这20大排行榜当中呢 其实今天加总起来 只不过跌51点 没看错吗 真的没看错 20大排行榜只跌51点 为什么跌171点 好这里我拉上来 来导播这里 那大家跟着商嘛 本来早上是反过 过来的啊 后来变成只有100多家上涨 全部都往下摘 包括OTC也要反手杀 所以今天跌这个 这叫情绪啊 我记得我昨天呢 有借这个大盘结构讲 因为呢端午节廉价 对不对 国际的一个走势都跌的 所以台股补跌情有可原 那它补跌我们是亮所 因为呢端午节前一天 还买的蛮多的 对不对 但是昨天呢 注定的就是已经失败了 那失败我讲过啊 你向下测缺口 关卡前踩刹车 那昨天已经出现一个 叫情绪不安了 情绪不安呢 出现了破底的大阴线 什么叫破低呢 就是破这两根 K线的低点嘛 对不对 结果呢 今天 今天直接给你补满 还蛮干脆的 直接蹦下来 对不对 好 那么第一个关卡没了 第二个关卡是什么呢 16922 就当时这根红K 比较大支的这根红K 当时它没有扣17 这边再回撤 再往上拉 没有扣17 是由于这边开始反手 这边突出来差一点 跳空上开 所以这两根线啊 有很大的指标效果 所以16999已经破掉了 今天连这个1692都破掉 所以今天连续失手两关卡 那现在很简单啊 你要问我说 老师有没有投有没有成立啊 我的确跟你说 以这个线型破线 短头成立 所以今天你们要问我的问题 我客观给你讲 短头是成立了 但是短头成立 不代表明天就一定要中级 明天有一个方式可以化解 照着本间K线的规划 好好的反扑上去 都还有得化解 怎么样化解呢 请看 明天给各位的关键价 叫16960 16960 那16960怎么样呢 可以反扑呢 今天万七破了 然后呢 也出现了 后来出现追杀力道 也出现了 很多你看啊 看它跌 看它跌打开啊 就这样一起杀 那缺口很明确的 已经补了 那缺口补了 用两支大阴线来把它补满 所以第三支很关键 两支大阴线 才终于把这个缺口补满 所以是花很大力气来补满 所以呢 这个缺口呢 要补是不容易的 既然补满了 好那么明天 明天高盘跟低盘开出 有两种走势 请各位注意 明天高盘开出 把关键价拿出来用 必须占上关键价 只要走这条路 OK的 然后马上回万七 不然这条路走到一半 必反杀 那明天如果低盘开出 我直接跟你讲答案 明天看到这样子 要有点 有点比较高兴一点 明天低盘开出 反而不必杀低 很容易反拖走涨 本间K线很奇怪的K线耶 我讲过 明天高盘开出 你直接要反扑上去 不要走到一半 走到一半一定会倒退流 最好就直接上去也OK 另外一种呢 明天直接开低 因为今天收最低 所以明天开低 不要开 你不要开平盘 你要开平盘下面多一点的 直接开低 那你就不用杀股票 好不好 那会怎么样呢 我再讲一遍 明天直接开低 不必杀 很容易反拖走涨 因为这个结构呢 跟这个量能 各位有发现 这个量 追杀指部分人追杀 并不是全部带杀 谁带杀 我把你抓出来 叫阿多仔 所以这个地方他们去杀 那他们去杀 来到这一块啊 这边呢 有很大的一个 很一个指标 一个作用 所以呢 明天最好开低 开低呢 就不要杀低了 不要明天看他开低 有杀掉喔 到时候呢 尾盘就脸都绿掉 那明天开高 直接站到关键架 那不站上 就会反杀 站上呢 万七可以看到 好不好 所以明天盘是这样 那为什么我可以跟你这样讲呢 原因来自于 我把台积电讲完 这个台积电 其实 它在台股站 很大的一些作用 什么作用呢 你们来看台积电 昨天574有 对不对 今天没有了 今天多跌两块 但是台积电呢 今天量也没有特别大 就阿多仔自己在那边 卖来卖去的 台积电今天 从早到晚 其实叫一条线 它并不是三条线 三条线 你才要很伤心嘛 但是台积电是一条线 对不对 好 那台积电呢 昨天跌七块 它并不是直接就是一直跌 它是一条线 换句话说 台积电直接开盘 就相对于跌这种五到七块 表示这边呢 就是有另外一批人接走 今天也是一样 其实也是一样 有另外一批人接走 那另外一批人接走 当然是大脚 一定不是你嘛 因为阿多仔砍出来 对不对 所以呢我用台积电 叫大家看盘 台积电这一天也是嘛 放假前一天嘛 也没有一条线再拉上去嘛 所以这也是呢 大脚来大脚去 所以呢 给大家一个口诀 换手再换手 最后换到谁的手 因为台积电都大脚来大脚去 对不对 好明天见真章 怎么样见真章呢 21号跟大家讲 台积电两个价给各位 对不对 昨天回来真的是574 我说585跟574 关键时刻 上涂下坡 昨天好玩了 就给你574 一毛都不差 对不对 那我说昨天刚好顶到这里 它也没破下来 就顶到这嘛 574我已经跟你讲过 对不对 那明天主导盘势的演变 强弱演变 是怎么样演变呢 诶 导播拉近 特别把台积电讲清楚一点 红色的咧 诶 明天台积电 这个数字不要补满 台股就有得救了 好不好 所以呢 今天台积电这个啊 叫做中继十字星 中继十字星 明天只能有一条路 台积电就必须开高走高 过今天的高点 只要走这条路 台股就向下沉沦 一旦断角多方缺口这里 566就会补满 所以明天请各位注意 一样跟各位约带9点半 我们在Telegram上面捡 我一样用台积电还有大盘 跟你们讲 明天台股会不会这样 还是蹦下来 好不好 赶快把我的Telegram加入 今天我跟我妈进来 人员头顾和分析师 今年本间K线88种形态 透析阴阳K线的奥秘 为投资朋友 掌握多空趋势转折 创造人生财富 咨询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人生如股市 变化莫测 石沟石地 股市如人生 乐极深悲 匹极泰来 唯有客观分析 精准研判 才能成为市场最大赢家 让何老师带您掌握市场趋势 创造人生财富 人员制服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虽然这两天大家都三条线 那我的股票本来呢 在冬五节要放假前一天 也赚了一拖拉股 那昨天跟今天呢 有的也被咬走了 但是我一点都不会泄气 因为我知道我经营的股票 是有未来的 虽然今天筹码在交换当中 显得比较弱 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 如何利用这一次 再度的让你把此股 好好的滚出一片的钱财来 虽然这个行情叫三条线 但是我看到的部分 要听清楚 不是全部喔 部分喔 部分 我选的股票喝了在上面 因为我之前跟大家讲一个概念 大家去爬山 你爬到一个高峰 你中间要休息 口渴要喝水 然后肚子饿要吃东西 你才能够跑更高嘛 那你台股呢 走走走到这一段 对不对 它这波的高点 那可好折返 折返呢你要去看 换了手 是换到谁 如果全部的东西 全部倒到 比如我们说比较坦白 比较散户的手上 那当然 大脚都跑光了 散户蚂蚁兄兵 你力量 不会比他们大 如果在这个交换筹码当中 阿多仔砍出来的 比如被我们关股 或我们自营商 投信减去都可以 所以明天很重要 有的股票 明天可能还会修正 但是有部分股票 请你眼睛要睁大 好不好 所以喝了再上 那怎么样喝了再上 虽然大家三条线 那喝了再上 我一样在帮各位怎么样呢 饭票要顾好 因为这个时候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值求对决 这两天 经过两天的一个消化卖仪 该换手的 该要卖的 该要减的 这两天都有盘算 有人是之前卖掉 然后满手现金 等的是 你杀下了我来减 所以呢 这个减的人很重要 明天就要摊牌 两天够你消化 对不对 那阿多仔呢 卖了两天呢 他明天会回心转意 那看他怎么做 那这个时候呢 请大家把Oterogun加入 如果没有吧 这边QRQ赶紧扫进去 扫进去呢明天一样九点半 在推育上面 我会跟大家讲大盘 还有个股 好不好 那这地方呢 首先来看这几档的股票 这档股票呢 昨天200 今天没有了 会不会怎么样 那股票呢叫 很有智慧的资源 今天跌4块 一大早呢 他有供205.5 那我今天其实一大早 一开盘的时候 没多久 我就定好 我要卖资源一个价格 因为呢 今天开盘他这样走 后来没有继续追价买盘力道 我请会员定一个价格要卖 结果呢 今天那个价格没有来 大家记不记得 我昨天跟大家说 我要看资源有一个价格 要用什么方式过 对不对 好那我告诉你 今天一大早开这边是对的 但是呢 这边开始呢 处这个样子 我就知道那个价格呢 比较困难一点 那所以呢 后来你看就没有 对不对 洗刷刷洗刷刷 但是他今天呢 整体来比较 他属于一个比较强势的股票 那所以今天一大早 看到这一段 我就决定了 我要定一个价格 那结果 当然后来没有来 那我解释给各位听 昨天的资源202 2万张对不对 这都是大脚买上去的 不是蚂蚁熊兵 给他拱上去交换筹码 不是 是大脚拱上去 那大脚拱上去呢 今天还是有2万多张 但是今天 以这种温吞的做法呢 这个并不是那种 大单一直坑下来 是尾盘这边做价比较多 不然这边呢 以这种走势啊 在盘式不好的当中呢 这边呢 有人卖有人买 那这个算是稳健的 才会这种走势 所以买到这种股票 你要安心 然后呢你看啊 在端午节前一天叫199 说All you can eat 既然大脚可以买来 过端午节再拉 那今天也没有跑出来 那这种股票呢 你就要发现 跟大盘走势不一样 由于6月21号 这张股票出现探底线 对不对 我跟大家糟糕 本周占二字头 当时有画这个嘛 对不对 我说当天出现这个线 来 技术教学 来这边拉近 这个线有没有 很漂亮 端午节前一天拉这种线 这叫标准探底线 直接往下拉 这个区块当中 主力吃货的手法 我已经教过大家 N百次了 如果呢 你不会好好把我节目 看到会你就知道了 当然从这155.5 一路涨到200这一段 光要涨到50块 对不对 结果呢 果然 昨天第一天 喷到207 很猛对不对 光看这一段 有没有觉得好好 我数钱数到手抽筋 你讲到数到手抽筋 我的会员真的 把那个钱拿来当玩具 因为他数啊 他说数到手张都没关系 因为 有那个摸钱的感觉很好 对不对 你看喔 这一段很多人没有赚到 这边跑光光了 我昨天还在讲 结果我今天要看什么 看209.5用什么方式过 我昨天讲过 对不对 我昨天又讲了 他到昨天是持续放量上供 有没有这一段 持续放量上供 量了出来价格往上面 那今天用什么方式供 209.5 很显然的 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 这一段我就看到 没有办法供了 所以我就定了一个价格要卖 结果后来也是没有来 那所以呢 很显然的 你看 没有对不对 就折返了 但是呢今天这根线 比较特殊一点 高点未过高 低点未破低 这叫做呢 此次对于 资源这一档叫做高档运出 所以明日非常的关键 明日 资源必须重返200元 那如果没有200元呢 那时候你就要问我怎么做 那如果你有现金的 也来问我 如果没有200元 是可以买还是要买 好不好 因为我们从底下诊断 已经都已经run很多次了 所以呢明天我自然有我的规划 今天我看209.5没办法过 我当然有我的规划 但是呢今天这个价格没有 没有到也没有成交 那明天很重要就是 这个形态已经出来了 那这边又出现一个探底 那到底明天是压低下来可以进货 还是拉高要出 所以这里 不管你有资源还是有现金的 这样了解吗 因为这个有关于你的财富 那当然我会做 只是我怕你们不会做 那这时候再来看这个二哥 我一直想说这个镜头二哥要注意 今天又没有400了 那会不会怎样 始终在399 399.5 400 今天没有400 会不会怎么样 当然今天又亮不见了 表示呢 进货的没有出来 对不对 我都讲得很诚实 很多人跌都不讲 我还是要跟你讲 跌才要告诉你明天要怎么做嘛 昨天一根红吃掉三个星期的盘整 我说因为它这里410.5 我要看它用什么方式 长真的对不对 好这个量够大对不对 停到这 那今天没有亮了对不对 先放大来 没有亮对不对 自己比对 昨天有亮今天没亮对不对 好我就拉上来这里 我今天特别跟大家讲 昨天这根线呢 吃掉三个星期的盘整 那今天它亮不见了 闲在这里面 所以这只是硬景 叫做亮缩洗盘而已 那这整个结构来看呢 这边你要当作是M 还是要当作这边是打底呢 那你自己选择 但是我选择找机会好不好 这个股票我做了N百段 从这边也做到这边N百段 那今天是符合叫做亮缩整理 所以刚才你看到喔 那个亮啊 今天是缩小是黑的 但是昨天是买盘买上去的 所以这个你要分清楚 很多人说只要看跌就不喜欢 本件开心有时候要买黑的 有时候要卖黑的 那不一定的 所以你要来问我好不好 那这张股票多留意了喔 那当然这时候你要问我说 啊老师那个店啊 店今天后来好像迷迷冒冒的 本来最强的什么什么 中什么店的啦 滑什么店的 滑什么的喔 然后后来呢延伸到这个 到底有没有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这个呢股票跌了8.5 那有关系吗 昨天153嘛 今天变这样 当然看价格心在低血嘛 对不对 那我昨天讲过啊 这叫连续新线 持续亮缩 一旦补亮那必爆喷 不会买不会赚 想要赚的都来问我 对不对 这边亮不见喔 但是这边呢 这个大脚打桩是还在里面 那今天发生什么事了咧 哇今天亮都比千两天大耶 主要绕跑了吗 那这个地方呢 光看这里呢好像很恐怖 再把前面延伸是一点都不恐怖 但是它还在规格里面 它只是属于这边的破线 破线回到起账点 所以明天你要注意的 不是它要怎样 是要注意142 注意142 这样了解吗 如果还听不懂的 明天来问我 当然这边我要赶快讲一档 因为剩一分钟 这张股票呢 今天跌一块 那跌一块呢 昨天昨天跌2.5 对不对 然后这个呢 我说很重要 下不缺口 今天关键对不对 就今天处在这 它这边看起来很像M对不对 那我说尺段是M还是W底 W是不是这边开始反扑 M是从这边向下沉沦 但是我让各位看那个量 买盘量都在里面 修正的时候都亮缩 所以明天 拉一根红的越过这边 那就变成反过来 所以其实M跟麦当劳 还有那个W 其实是一线之隔 所以很多人常常失败在M跟W OK 那最后时间跟大家讲 这个股票呢 明天继续解释 这个股票呢 明天继续解释 明天这档股票 这个数字很重要 好不好 这里 那现在呢 这个时间已经到了 我还是跟各位说 明天在这个行情当中 要如何顾好你的饭票 赶快把握机会 在这边呢 找一个机会 做什么动作 call me 今晚刚好马上进来 不对 我们要Ending了 Bye Bye 祝大家做股票天天一直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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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